我真的是 啊 哎呦没办法嘛 久等了久等了啊 抓事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 等一下我 我先不行 最近很多人大家都比较关心 就是有 到底多音币有没有找到工作这件事 对吧 这些意思都没说 现在我思考了很久 其实真的 我一直都没有做决定 但是我一直跟你们说 没有确定 没有确定是 我一直都没有做决定 没有决定 外面其实一直在说什么 我在跟俱乐部拉扯啊 什么 今天终于可以讲了 久等了 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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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先说那个过程啊 整个转回期的时候 现在是12月份嘛 9月份到11月 李宁都是想跟我继续合作 去 给的条件很好啊 嗯 真的很 我跟李宁其实几乎每天都在 但当时你们也知道 那段时间不是后来是打完比赛吗 嗯 打完猫破赛 猫破赛可惜 反正 几乎每天都在沟通 怎么样就是能做更好的阵容 对俱乐部最好的选择 主要是你们也知道 但是 今年的成绩 我自己表现 我都不满意 不是很满意 你们也知道 今年 怎么说呢 嗯 今年 就是这样嘛 然后这个之前跟你们表达过 我就是很想打冠军 用成绩说话 我打职业到现在 你们也知道 都是用成绩说话 成绩证明自己 我一直很想联系联赛 然后你们也知道 今年这个情况 就是 LCK每年都有 培养新 很多新人的 但是 近年开始 LPL未来也有很大的动作 就是要大部分的俱乐部 基本上所有俱乐部 至少有一两个新人 要培养 这是俱乐部的 怎么说呢 一个长期的规划 那你问我 说实话 当时也跟他们聊过 19年的我 2020年的我 2021年的我 是有信心带新人一起冲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思考了其实很久的 当时上了蛮久 久远到现在 久远到11月份吧 但主要是 明年你们也知道 2023年 我自己 这两年 主要是因为这两年 确实经历了 主要是两年都 算是 也不能说失败吧 反正成绩比较差 去年 这些算是不用说了 今年 大家都知道了 我自己都没 让我就没有信心 没有自信 我自己打的时候 其实 我自己能感觉到变菜了 尤其是今年 然后有点想混这种 想法 今年可能 冒泡赛也是 也好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我状态不如以前了 这个是 不管是反应输的这方面 跟LBL 那个不是不是 LBL报答跟那个没关系 LBL是 我也赢过别人 别急啊 先别打 打我 谢谢啊 别打我 然后10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李宁说 从9月份到 一直在跟他们聊嘛 然后10月份 我就跟李宁说 我觉得 有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今年这个市场上 有几个中单是 比较 就更适合 比我更适合 李宁的这种 长期的桂花 要不先私讯一下 其他人 因为李宁一直在等我嘛 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 一直在等我 当时我们就 其实我们每天 每天都在聊 那个明年真正的事情 然后我这个思考了 其实蛮久的 我说 想一下 然后我就 阵容上面 也聊了挺久 然后觉得是 这样子的话 确实我是一直 跟你们提过这个事情 我当时也看了 T1的那个情绪 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LK 没有新人 然后也当时 跟他们提过这个事 然后说 要不你们先 私讯一下别的中断 10月份的时候 你们知道 然后 主要是现在自己 没有信心 然后想调整一下 心态状态 主要是心态这方面 然后想休息一下 然后俱乐部到 好像是11月底吧 那个时候才开始 私讯别的中断 别的选择 什么的 我之后可能也会 经常看 银居地 看他们 训练赛 跟他们比赛 去他们 学习一下 明年 每一场比赛 反正我都会看 因为我会想 早点 回来 回到赛场 做准备嘛 嗯 而且你们也知道 其实是 主要是这个 真的是 我自己对自己的实力 没有以前那么信 有那么有信心 这两年的成绩 对我来说 其实我自己也是 挺 怎么说呢 挺挺 就很不满意 反正我 你们也知道 去年是两个亚军 我今年加入里 你肯定是想要 更好的成绩 拿了两个亚军嘛 我记得以前 也跟你们说过 拿过冠军 肯定想要冠军 不想要别的 加上世界赛 然后今年 也真的差一步嘛 也真的差一步 所以 挺可惜 我是从九月份 到后面聊了挺久的 尤其是跟阿乐 聊了蛮久 阿乐那个时候 一直跟我说 英币 英币 别我的什么什么 对不起 然后他说 明年英币 我还是常跟你一起 我明年是真的 能带你进世界赛 英币 因为我当时 跟阿乐聊了挺久 阿乐是当时 知道我的想法了 其实 我早就跟他说过 我刚来李宁的时候 也跟他说过 今年的成绩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去年那样子 经历了失败 十六场 大家那个时候 怎么被我夸的 什么样的 然后我自己十六场 那个事情 确实对我很香 我自己 对自己也比较失望 什么的 不太相信自己 怎么这样子 然后 跟阿乐聊 真的蛮久的 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发给我微信 说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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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听我说完 我还没说完呢 别急 还没说完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继续打的话 第一选的肯定是李宁嘛 嗯 因为你们知道 在这一年其实 虽然成绩是那样子的 在李宁打得比较开心 我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你们知道 一开始我们打得 不是特别厉害 一开始打得还行 后来就不行了 可能场规撒一直连胜 就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的 然后后面突然就连跪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里面就 对啊 反正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最后 不是一步一步做到了吗 那个BO7 BO5 七个BO7的 七个BO5的事情 对 从激活赛到 那个打出什么 冒泡赛资格 然后打了七个BO5 我们五个人 真的是靠自己的 个人能力 个人实力 相信自己的队友 相信自己才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其实是 到时候 一样继续打 肯定是回来 第一选择是李宁的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 选手们这种一起 不是爆团 那叫什么 选手一起 分多努力这种感觉 就是哎呦 我们要一起扎 一起冲 找到问题 要解决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喜欢打职业的原因 然后就刚才说的 那个什么 阿乐那个事情也好 后来阿乐回来 就跟我说 阿乐硬逼 我会带你进去 现在什么的 自从那天开始 我们就一直 状态比较好的嘛 就往上走 是这样子的 主要是 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是从九月分 到现在一直在想 想得挺久 其实这不只是 九月分开始 不仅是九月分 这个是去年 我刚来的时候 就跟队员们 队友肯定知道 跟他们说过 今年我一定要拿冠军 今年我一定要拿冠军 我很想要 因为去年没拿 然后拿过冠军的人 就是确实真的 其他成绩 拿的都不满意 不开心 不怎么样 但主要是成绩 后来算是比较满意的 主要是我对自己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 真的 我刚才也说了 LBN那个还好 LBN 打不过那个很正常 有些人 不是LBN 跟LBN没关系 那个 我也赢过别人 不是这个 就是比赛上的表现 加上 就是我每次 全球都是这样的 肯定会上 自己巅峰的时候嘛 就是自己巅峰的时候 怎么样的 然后每次 我自己啊 可能算是 算是我给自己压力吧 觉得去年 多硬币是怎么样的 今年为什么 我这个比如说 随便说 举个例子 不是吹牛币啊 就什么什么 盲师爷 勾那个机器人的勾 这种反应速度 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我 这才是多硬币 但今年确实 只要遇到机器人 妈呀 老是被勾 不管是排位 你们看过排位都知道 我现在都想搬机器人 我昨天还被机器人勾 我全民心 反正机器人也好 那个昨天 那个全民心 那个机器人 哦 反正机器人 这种事情 对 都是 所以我想先调整一下 这个心态 跟状态 跟状态 integr ihrem